大家好,我们这节目我们来讲一下 怎样去推送读强值到一个网关上面 前面的话呢 我们主要都是讲了一些 然后那个怎样使用 Permisius 然后去拉取数据 而有的时候的话呢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 并不使用于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环境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介绍 前面的话 这上面也已经说了 就是我们之前是基于拉的一个体系结构 他就说怎样去拉取 我们去使用一个Permisius 或者是一个去拉取 一个端点的一个metric值 那端点的话是谁放出来的 是一个NodeactPorter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前面讲的一个 很多种的一个方式 但是前提的话就是说 要开放出来一个端孔 然后他把自己的一个metric值 然后开放出来 我们使用拉的方式 然后去获取 但有的时候 这个端孔的话 有个可能就是没办法打开 或者说在一个 嗯,机群内部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个 推锋度量子的那个道网关 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去那个 安装一个Push Gateway 然后的话呢 让里面的一个端点呢 然后把那个 他所有的一个监控节点呢 把它一个metric值 推送出来 嗯,咱们看一下 这里的介绍 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 有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去获取指标 指标的一个目标 原因呢 有很多 有一些是安全性或联通性 你可能是无法到达一个目标的一个资源 嗯,或者是说呢 当服务和应用程序 只允许特定的端口和路径时 这是非常场景的一个场景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一个服务应用程序 它不允许你外部去连接它 这个时候我们就那个 是没办法去使用 一个进去拉的一个体系结构 还有一个是 目标资源的生命周期太短 例如我们的一个容器启动 执行和停止 特别是我们的一个 CableNet是里面的一个Pod 它那个经常会有可能会发生 一个停止启动 所以说有的时候 它的一个生命周期 然后是非常短的 嗯,还没等你去 那个拉取它的一个metric值 它都有可能都已经结束了 嗯,再一个就是 目标资源没有 没有可以Skype的一个端点 比如批处理 像我们的一些批处理作业 然后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没办法去使用一个 嗯,NodexPoder 然后去把它一个metric值 进行拉取出来 因为这样的话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一个 嗯,一个是那个 一个可收集的东西 收集的任务 来看一下 因为它不具有 可以Skype 正在运行的ATV服务 即使该作业运营的时间足够长 那个我们也不可以 即使该作业运营的时间足够长 之间 PuiGateV的话呢 也就是说那个 它负责一个接收指标 然后呢 然后作为一个目标 被Permisius 然后服务器进行拉取 有多时候的话 你都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代理服务 嗯,它有我们前面讲的一个 Black Box 然后Exploder行为呢 这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前面这个Black Box呢 然后的话 它是去探测 也就是说去 一个目标节点 然后去探测一个指标 嗯,而它呢 刚好是反过来 它是被动的去接收 比如说那个 它开放出来一个端孔 然后的话 你把你自己的一个指标 然后你自己把它去 那个放过去 而不是说它会自己过来去探测 嗯,和大多数的一个 那个Permisius生贷系统一样呢 然后的话 我们PuiGateV的话 也是使用了一个勾议员写的 嗯,所以说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 嗯,关于我们这个 整个KBuds的一个生贷系统 还有我们那个 嗯,Permisius 嗯 这个Permisius 然后它一个生贷系统 完全很多都是使用一个勾议员 嗯,所以说那个 我们 你要是想那个 真正的要深入的去 嗯,那个 去学习这个Permisius呢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 KBuds群的话 你可能都要会一些勾议员 因为它就很多 这种生贷系统 都是围绕的一个 都是使用的一个勾议员 然后来写的 然后的话 那个Permisius呢 然后它重点呢 那个也是比较倾向于 进行二次开发 好,那个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不那个 说这么多废话了 我们来继续看下面的 那还有一个是 什么时候不使用 然后PugetV PugetV呢 它的本质呢 然后是 监视支援的一个工作区 嗯 所以说呢 这个网关呢 它并不是一个 PugetV呢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应该的 只是作为有限的一个解决方案 使用 特别是碰于监视 无法访问的一个资源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PugetV的话呢 这是在不得意的情况下呢 我们才会去使用它 嗯 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说 嗯 要那个不得意的情况下 才能去使用 第一的话 我们是 使用PugetV的话 我们还要去避免 然后网关成一个单点故障 然后或者是一个性能平静 因为有很多 有很多节点 然后有可能去发送 Metric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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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就是度量值 去给它的时候 有可能会造成它一个性能平静 或者是单点故障 虽然说呢 它也是可以扩展的 扩展方式 嗯 和和那个Permicius呢 那个扩展方式应该是差不太多 但是的话 你真正去扩展的时候 可能还会稍微有一点不区别的 而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不会去做它一个 嗯 多节点的 我们只是那个 嗯 稍微去介绍一下它 嗯 这个的话也可能更接近于代理 嗯 但是的话呢 它也不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一个推送监视工具 嗯 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它首先会丢失 它比起我们的一个Permicius服务器呢 然后会少很多 会丢失很多特性 包括通过一个UP度量值 还有一个嗯 一个度量的一个过期时间来监视 我们的一个实力状态 嗯 默认情况下呢 它也是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竞赛带领 并技术发送给它的每一个指标 嗯 只要它在运行 那个签目标没有持久化 或者是直到它们被删除 它就会继续公开它们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把指标发送过去 它都一直存在的 除非 然后你这个程序 然后关掉 然后重新启动 你那个 它这个一般的所有的一些东西 它都是存在一个内存当中的 它这个所有的指标都存放在内存当中 你这个程序 假如说你要是关闭的话 你再重新启动 然后你所有的指标都会丢失 它是相当于一个临时性的 嗯 当然的话呢 你也可以通过指定一些参数 然后把它那个持久 持久化存储到一个本地的一个文件夹下面 嗯 怎么来一个那个下面 下面的话都是说 嗯 我们一个网关 我们这个不许给的为一般情况下 是问在哪一个方面 主要是集中于监视短生命周期的一些资源 比如一个作业或者是我们一个临时性作业 作为那个这个作业执行完之后就直接结束了 比较适合监控这种 或者或者呢 是那个短期监视不可访问的一个资源 嗯 我们一般正向情况下呢 我们都是你应该去建议我们去安装 Permissius然后服务器 而不是使用我们的一个Push Gateway 好 那个关系 那个关于我们的一个 嗯 这个网关呢 我们就先那个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介绍到这里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图 它呢 是位于我们的一个 嗯 程序和我们的一个Permissius一个 是那个之间 它都相当于一个代理服务器一样 嗯 Push Gateway的话呢 它就是那个在这里 它会开放出来一个端口 开放出来一个端口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的应用程序会把一些那个指标 然后呢 要监控的指标 会自己把它写入到 我们的一个 Push Gateway网关里面 然后它会那个存放在一个内存当中 假如说你指定一个持久 持久存储的话呢 它可能也会持久的话 持久 持久化存储到本地的一个文件当中 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嗯 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存储 嗯 但是你不删除的话呢 它是也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是说的是临时存储是指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不会去保证它的一个 说句的一个 嗯 高可靠性 嗯 它保存了数据之后 它是一直存储在这里的 存储在 嗯 自己本地当中 然后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一个 Permisius 然后去取它上面去 拉取它的一个指标 把这个指标 进行拉取到我们的Permisius 然后在我们Permisius上面 进一个展示 然后存储 嗯 好 那个关于我们的一个PK的网关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对 对 感谢观看